就这样 接下来的一个月内 柳明也开始频繁的遭遇到一些其他的外来修士 其中有些修士会热情异常的上来大盘关系 希望一同组队去击杀一些高级换手 可是柳明丝毫没有考虑过要与人同行 自然毫不犹豫的一一婉拒了 有的人则根本不说一句满脸景气的表情 并二话不说的飞快离开了 因为这币群宫殿开启的时间仅有三个月 所以在这起初的一段时间 所有人大多忙着去击杀宫殿内的换手 尽可能多的收集圆珠 倒也不会有谁现在就主动挑衅什么 三日之后柳明来到一间清光蒙蒙的大厅当中 与先前进入的大厅不同 这间大厅的另外三侧石壁上并没有尸门 而柳明进入后片刻 进口处的石门也清光一闪的消失了 他眉头微皱细细打量起了四周的一切 透过四周萦绕的烟雾 他发现此处四周的青色石壁上 淡淡的青色灵纹一闪一闪 似乎是加持了某种特殊的禁制一般 使得周围的空气中 隐于夹杂了一股浑浑的灵压 压在胸口微微有些发闷 柳明当即面露警惕之色的放出强大精神力 开始查探四周的虚空的情况 就在此时柳明只觉得身体一沉 双脚似乎被一股无形之力紧紧的粘合在了地上 同时一股强大灵力波动 从头顶上空狂涌而来 众栗树 柳明心中微微已争 急忙一摧青山树 身躯一下比先前清了背雪之多 双腿猛的一蹬地面 向后倒射出十余杖 轰的一声巨响 就在柳明身形方一离开 一个巨壤虚影便从天而降 重重的压在了柳明原本所站之处 瞬间地面上出现了一个丈许深的掌形巨坑 柳明目光微闪之下 发现身前数十丈外 一个面无表情的青年飘然落下 青年与柳明差不多高 眉目清秀 一身白茫茫的皂袍 浑身丝丝灰白雾气萦绕 竟也是宁野后期修为的样子 但让他颇感诧异的是 自尽不仅无法将其彻底看清 神识扫过时也只能感受到 一股若有若无的灵压 却没有任何生命的迹象 眼前的青年竟仿佛只是一个虚影一般 我与国下素未平生 不知为何无端偷袭在下 柳明脸色一正 开口试探道 然而青年却仿佛充儿未闻一般 身色丝毫未变 收目微睁地 以一种异常的目光 丝丝盯着柳明 顿时从其身上传来一股沉重的压迫感 柳明此时脸色微变 脑中各种念头正转动过不停 飞快地分析着眼前的情况 原本以为此人只是一名 与其一样进入碧雄宫殿的同节修士 或许是抱着杀人夺宝的念头 这才偷袭隐匿 然而从其表现出的一番诡异的举动后 柳明却骤然地觉得 眼前青年似乎并不是真人 而是一道如同此前所遭遇的患兽一般的虚影 他转念一想 顿时便想起先前的大厅中 遇到的那两名结伴组队 并邀气同行的青年 二人口中隐约提及的一些事情 这碧雄幻宫中除了普通患兽 还有一些人性虚影 其没有灵智 只有战斗本能 是碧雄宫自行复制 曾经闯宫中的佼佼者的人心患兽 这些人心患兽 不但会使用被复制者的构种法术秘术 甚至连以前的灵气也能一同幻化而出 每一个都相当的棘手 想到这里 柳明当即不再犹豫 二话不说的身形一个闪动 朝虚影一冲而去 青年虚影见子 则不慌不忙的单手一扬 一把轻光蒙蒙的小旗便握在了手中 并往其中略意打住一道法绝 下一刻 小旗便化为丈许大小 年轻青年一挥小旗 瞬间卷起一股青色狂蜂 以泰山压顶之势 直向柳明突来 柳明一声冷哼一掐法绝 身形一个模糊 便化为树道残影 避开了狂蜂 青年抬手朝虚空处轻轻一点 又一挥手上的轻起 柳明只觉得脚下再次一沉 身形一致的丝毫无法动弹起来 为等他催动青山术 先前的狂蜂在空中一个急转 便朝他身后呼啸而至 柳明低声一鹤 一条黑色蛟龙从其背后一寸而出 迎头撞上了轻光茫茫的狂蜂 顿时破空声大起 空中狂蜂一阵轰鸣的暴力而开 就化为无数的锋刃向对面击射而去 黑色蛟龙身躯一个摆动后 虽然将大部分锋刃直接拦下 但仍有不少密密麻麻的向着柳明击射而去 柳明只是食指一弹 当即一片白茫茫剑气飞卷而出 就将这些锋刃全都一击而碎 而黑色蛟龙一声龙眼后 就一飞而回 围着柳明盘旋飞舞而起 与青年虚影相计十一丈的距离的对视起来 青年虚影手中轻其狂舞不定 这近乎顺发重力术 虽说并不是什么高阶法力 但配合其手中微能不小的灵气 也让人颇为头痛的 若是对手稍有不慎的话 可能便会瞬间露出破绽 进而被青年虚影后续手段机智重伤 柳明目光闪动几下 正小有什么举动时 对面青年呼的将小蜥往空中轻轻一抛 并在空中急速的盘旋起来 一阵青光四射后 从中传出了一声低吼声 此星期竟幻化成了一只栩栩如生的小猴 小猴大约持续高 浑身灰光茫茫 拳头大小的头顶上 却有一个淡淡的青色灵纹 眼中两团黄色火焰正熊熊燃烧 并在青年虚影一催之下 当即发出嗡鸣之声的 向着柳明一扑而来 主人 让我来对付他吧 柳明眉头一皱正想出手时 耳边却木然传来了一句 童子般的稚嫩声音 何然正是飞鲁魔头主动轻战 柳明心念一转后 也就二话不说的一拍腰间 一道黑色雾气飘然而出 在空中化作一只持续大小的头颅 头颅发出咯咯的怪叫声后 浑身雾气开始风滚起来 双瞳中赤色火焰一圣后 并一个模糊的来到小猴的面前 脑袋一晃下 无数绿色的发姿化作一道道绿芒 向小猴击视而去 灰色小猴头顶清光忽然一亮 三臂一挥 一道轻茫茫锋刃一闪之下 便切下了一片细长的发姿 灰色小猴并未就此把手 而是一连又倒出了竖拳 引起阵阵狂风向飞鲁席卷而去 飞鲁双目赤色精芒一闪 从其口中凸出一团绿芒芒的雾气 在一个幻化后 绿色雾气变成了一层绿色光幕 镜子身包裹其中 狂风只稍一触碰那绿色光幕 便在一阵绿光流转下 被一坛而开 就二者缠斗不下之时 柳明抬手摸出了一张青森树芙 往身上一拍后 就在树骨清风包裹中 一个模糊朝青年虚影一冲而去 青年虚影见状 当即一只手对着柳明连点树下 当即一缕青丝从指尖中弹射而出 一闪的直奔柳明洞窜而去 柳明身影只是一个模糊 就仿佛幻影般的闪过了青丝攻击 并在此一闪之下 就鬼魅般的浮现在了青年虚影身前 一声龙眼虎啸 手臂一动 一只黑气缠绕的拳头 就没有丝毫留手之意的狠狠刀出 红的一声青年虚影躲闪不及 只能面无表情的双臂交叉 猛胸前一挡 一声巨响后 青年虚影顿时被击飞出去了数丈后 但马上周身白光一盛的 竟凭空的又从柳明眼中消失了 柳明瞳孔不禁微微一缩 手中发掘一催 滚滚黑气顿时从身上弥漫开来 整个人转眼化作一个模糊不清的黑影 又在虚空中突然一个波动 一道持续上的字幕轻芒 突然间积湿而至 便一下洞穿了柳明所画的黑影 黑影骤然间溃散而开 柳明本体却早已经不见了踪影 下一刻 不远处波动一起 一道人影一闪而出 正是柳明 他冷横一声 手上发掘一变 浑身的黑色雾气 顷刻间画为一只猙獰黑虎 一声让人心惊的咆哮后 就朝青芒一扑而去 令他们有想到的是 青芒微微一颤下 竟分成了六道一般无二的细长青芒 巧曼地避开了黑色巨虎 并一个盘旋后 从六个方向纷纷击视而来 柳明不羁多想 袖子一抖下 一流金光从其中一卷而出 口中一阵念念有词 漫天金沙一凝之下 瞬间在其身体周身 画为一层淡金色沙漠 结果大出柳明意料的是 金色沙漠与青芒稍一碰触 结果仅仅支撑了片刻 就被直接击穿了六个细孔出来 就在这片刻功夫 柳明终于看清了 这六道虚弱闪电的青芒 竟然是六根细长的飞针所画 微能之强赫然便是一件不下于极品灵气的宝物 他心念急转之下 当即掏出了两枚重水珠 一个搓之后将之法力狂助而入 刹那间 一个仗取大的蓝黑色水球 木然浮现而出 并将他的全身 严严实实地包裹其中 如其所料一般 蓝芒虽然一下子便洞穿了山木防御 但在进入水墓之中 却木然放慢了速度 变得异常缓慢起来 柳明身形一晃后 便轻易地避开了青色飞针的攻击 并从水球中一闪而出 同时一个转身 飞快朝水球打入数道法掘 青年虚影 四会觉察到了一丝不妙 急忙奋力吹动手中法掘 想要将飞针收回 但却已经迟了 水球之中一阵波光流转 无论飞针在其中如何横冲直创 都无法离开水墓分毫了 并在里面一股无形力量撕扯下 全部一颤地落在了地上 并化为一团团烟雾的消失不见了 此时青年虚影身影一动 竟瞬间再从原地消失 下一刻就凭空出现在柳明的身后 并手臂一动 一下暴涨数尺的闪电般抓来 柳明虽然不知道 眼前这位青年修炼的是什么功法 但此招与魔化蓝喜的招式却有着异曲同工之处 对此再熟悉不过 只是身形一个扭曲便轻而易举地躲了过去 青年虚影似乎也不甘心 只是一个模糊竟有出现在了牺牲前 连连竖爪 迅迟如电 柳明虽有轻身术加持 身形动作比平时矿上许多 但在青年如复古之躯一般的连连缠斗下 仍缓缓后退束缚 以臂气锋芒 但下一刻 柳明袖子一抖下 数件样式各异的下品灵气 木然朝青年虚影一飞而出 顿时各色光芒闪动不停 竟马上就要自爆开来 但青年却如风一般的一闪爆去了十几帐外 同时单手飞快一番 一把乌黑的小斧便出现在了手中 表面隐隐可见十五条灵纹 斧柄上还有一个诡异的银色符号 感染一种十分神秘的感觉 青年虚影只十一栋 小斧瞬间迎风化作了一把三四丈大小的巨斧 辅刃部分还有丝丝仔细缠绕 只是一挥 一道狭长的紫色辅刃贴着低面 呼啸而来 红底一声巨响 那些低阶灵气被辅刃一卷而入 竟瞬间一闪的纷纷碎裂而灭 紫芒在一个闪动后 就直被柳明一卷而至 柳明眉头微微一皱 单手一个翻转 祭出了一面黑色小盾 这人形幻兽不愧为完美复制的当年虚有 果然不论功法 灵气都犀利异常 绝不是一般幻兽可比的 他在一催动法掘后 黑色小盾化为树杖大小 出现在其身前 九只骷髅头从盾牌上一探而出 吐出九屯黑色火焰 红底一声 黑色火焰与紫色辅芒撞击之后 一道紫黑胶织的光焰冲天而起 一阵剧烈的空间波动 向四面八方席卷开来 就在柳明与青年蓄影娇着不下之时 离二人十几帐外 飞炉魔头与青色小齐锁化妖猴 也正在激烈的缠斗中 飞炉此时已经幻化成九只头颅 不停地用发丝 攻击至眼前不知何时幻化成巨猿 但见巨猿周身举手头足尖 便有树枚青色锋刃一拧而出 切断着扑天盖地的绿色法丝 然而九只飞炉只是微微一颤 便立刻得又生出了无数法丝 向着巨猿席卷而出 二者似乎一时之间 也无法分出胜负的样子 柳明趁攻击间隙朝飞炉望了一眼后 便要专注到了与青年虚影的战斗当中 眼前的青年虽只有宁业后期的修为 但是能够操控多件极品灵器 精神力之强实属罕见 几乎便和柳明施展一席二运的天赋 相差无几了 况且此人的身形也是极快 隐匿手段更是异常高明 绝非只是宁业后期这么简单 根据柳明的经验来看 此人的真正实力比一般的画精初期修饰 也是有过之而不及 思量间 青年身形又一个模糊的消失在了原地 下一刻 柳明只觉身后已凉 一道紫色腐盲正快如闪电一般的击射而来 他二话不说的袖子一抖 一柳红光蒙蒙的赤色小剑落于手中 伴随着一声清鸣 一道仗许长的赤红剑芒一势而出 红底声巨响 赤色剑芒与紫色腐盲紧紧一个照面后 顿时化作汹汹赤燕 暂时盖过了紫芒 紧紧几一个呼吸之后 赤芒便黯淡了下来 阴阴便要被紫色腐盲突破而出 柳明趁此机会 单手一晃 身形一个模糊 便出现在了青年身前 并猛地将另一只手中的古盾 狠狠一砸而去 当即鬼哭狼嚎上一起 九只骷髅兔虚影 在大片黑气中一卷 气势汹汹的 一压而去 青年虚影却只能一扭身躯 就朝后面倒射而去 但同一时间 呲呲声大响 两名身边盘旋飞舞的金色沙母中 却骤然击射出 密密麻麻的金色小剑 然而青年身处半空之时 仍奋力地劈出 树道紫色腐盲 将大半金色小剑一卷而飞 但仍被树枚洞穿身躯而过 让其倒射身形 当即一个亮枪的停了下来 说迟迟那是快 六名身形一晃后 赫然又窃进到了青年虚影进前处 手中古顿指示一晃 当即再次掀起了一片巨浪 骷髅头虚影 狂掌背曲的一线而出 并狠狠 一咬而下 不知道 这次有anced 真正确要 与你